臺灣傳統製樂工藝的故事將會首度搬上國家音樂廳 朱宗慶打擊樂團今年將和資深戲劇家汪其梅合作 要用打擊樂器訴說宜蘭林屋鐵工廠 還有新莊的響仁和製鼓廠的故事 臺灣多數的集樂家和樂團所使用的裸鼓 都是出自這兩家 汪其梅說他們從黑手之家走到藝術之家 我們當然要做他們的故事 汪其梅說我們的孩子相逢你 我們親愛的爸爸媽媽們 你們就是那溫柔的 你們就是那慈愛的春風 綿延而繼的柔美樂音搭配首搖鐘 開啟歌唱之口的朱宗慶打擊樂團 讓人眼睛一亮 精選台灣歌謠樂曲首次把民間工一家追求契樂之美的故事 搬上國家音樂庭 我們不做他們的故事那誰來做 就正是應該把他們的故事和他們的堅持品質的精神 和長久不懈願意持續這個藝術 就是說從黑手之家走到一個藝術工藝家的 這樣子的一個願景和一種努力的路線 都把他們的表現出來 音樂會加入戲劇和歌唱 故事脈絡擷取製造裸骨名揚針外的宜蘭林屋鐵工廠 與新莊響人和鼓翼工坊 一路發展的傳奇世界 我覺得汪老師幫我們找到一個很動人的主題 雖然在樂團我們常常都演奏很多的螺 各式各樣的螺 還有各式各樣的鼓 可是我覺得我們好像都沒有太深刻的去了解 他們的背後的一些意涵 所以這次的樂手除了演奏之外 他們也發揮他們其他的潛力 他們還要唱歌 也有很多人嚇一跳說 真的他們會唱嗎 他們真的會唱 打吉樂的新模式 碰撞出吉樂家與傳統鑼鼓樂器的動人火花